怎麼有燕子在房間裡面 很誇張耶 它是燕子吧 燕子啊 你沒看錯 幾十隻燕子 就在住家房間裡四處飛舞 看得屋主夫妻倆也傻眼了 她是不會出去 你這樣子 她根本不會出去好不好 很誇張 怎麼房間裡面有燕子啊 你把她媽媽處理啊 試著趕走這群誤闖住家的燕子 想了好多辦法 你把這個 他們是怎麼飛進來的啊 不知道啊 你先把那個窗戶窗簾整個弄起來啦 整個房間都失散了 要消毒耶 儘管老一輩的說過 燕子來家裡築巢是種吉祥徵兆 但屋主當下更擔心的是 燕子排泄物 留在房間的衛生問題 連鳥類專家看到這景象 都很驚訝 飛來飛去 它就是有昆蟲在那一邊 才會飛來聚集起來 那進屋子的話就比較少見 燕子要飛進家中真的很少見 不過當地人對於成群的飛燕 已經見怪怪 有多溪啊 溪流啊 他們都有溺濕 有辦法溺濕啊 他們一般都是停在外面 電線的上面這樣子 然後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那些屋門 就是可能門窗也沒有關 因為我們本來就沒有刻意在關 只是燕子頂多的成群停在電線桿上 沒想到這回可能透過沒關好的門窗 飛進家裡 儘管一切景象讓屋主夫妻倆 又驚又喜 但礙於衛生問題還是花了一個多小時 想辦法將四十多隻燕子們 從屋子裡請出去 記者 張春華 賴皮箱 屏東報導